今天话题面对面来谈谈川普 在刚新闻当中我们看到强人政治 事实上在今年在全世界更流行的是狂人政治 川普到底有没有机会在重出江湖之后 当选美国总统 那是明年十一月的事 但眼下是川普到底能不能参加比赛 邀请到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董立文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刚刚说川普到底能不能参加比赛是现在的事 因为这两天最热的新闻是 竟然美国有一个州 克罗拉多州 把川普定为不能够参加初选 甚至于明年的大选的总统参选人 这应该是美国历史上的史上头一遭吧 是的 震惊了全美国 你不过是全世界民主的灯塔吗 是 可是每个国家的民主制度都还在发展中 各有不同的问题 好 简单的说 就是说克罗拉多州这一次 其实剥夺川普的是共和党的初选提名权 那就是说克罗拉多州的这个选票单上面 不准有川普这个人 从共和党的这个初选开始 所以如果他初选不能参加 当然明年大选在克罗拉多州 就不可能有他 对 在克罗拉多州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我们都知道因为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所以说先讲法律程序 这个法律程序就克罗拉多州的这个最高法院 是七个法官 这七个法官其实都是这个民主党提名的 因为本来就亲民主党 可是结果是四票比三票 这什么意思 就表示说即便是民主党任命的法官 又有人不赞同 对 都对这个事情都有意见就对 好 不管 他通过了 通过又按照法律程序 这是州 州就要上诉到联邦 所以说即便通过 你先暂停执行 你要给这个被告的这个人 川普 川普嘛 觉得他可以上诉 有上诉的机会 所以会冻结到明年的一月四号 不过外界关系两个层次 第二层次 有没有可能引起所谓的骨牌效应 也就是说 现在是只有克罗拉多州 那么将来会不会有更多更多的州 不让川普参选 同时又有人观察 那么这个事件 到底对他是加分还是扣分 不一定是扣分 我们先听川普到底怎么说 他提到了 这种政治手段 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民调很领先 我赢很多 所以你们才要这么干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可能性 说实话 没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其实美国的三权分立 还是很清楚的 所以就不是政治迫害 其实不是 第一个层次 三权分立是很清楚 第二个层次 联邦跟州的那个分立 分权也很清楚 可是因为川普是个缴获王 他刚刚把你全缴在一起 他管你的 不要说在美国 在台湾也会这么操作 一定说这是政治迫害 这就是政治 但问题是一旦被民众 也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迫害 对川普不一定是扣分 是的 所以这个效应会很复杂 我看美国的很多专家学者 现在也分成两派了 我先讲 有没有法律上的扩散效应 如果有的话 也很范围 也很小 因为现在大概有十几个州 有类似的提案 从州的程度就要斩断 这个川普的参选之路 不过至少有七个州 里面也有民主党的州 至少有七个州已经驳回了 然后大概另外四五个州 他还在那个法律的诉讼的过程中 我们先讲这个法律的扩散效应 所以你从初步来看 这个扩散效应是很低的 就算他扩散 你还有第二关 第二关 有些是上述联邦 最高法院 那联邦最高法院 九个法官 六个是共和党的 三个是民主党的 然后这个六个共和党里面 有三个是川普当时 当总统任命的 意思就是说 即便是州的程度 层次通过的禁止他参选 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其实很难通过 这是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 这到底是法律还是政治 即使法律也是政治 当然 那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 这也蛮蠢的 因为如果他承案的可能性很低 也就是说 即便克罗拉多州 承案的可能性都很低了 跟何光扩散到其他州 换句话也就是说 川普应该是不会丧失比赛资格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如果成为一个被害者 政治迫害者 对于凝聚川普 特别是共和党内的力量 那是很加分的 因为我可以看到很多在共和党内 过去反川普的 因为克罗拉多州 现在出来挺他 大家同仇敌开 是啊 就是说在这个 等于说他就被操作成 是一个政治迫害 是受害者 想要用法律的这个手段 来剥夺他的参选权 所以说现在不要说共和党 共和党里面本来就有人 他说我不是川粉 但这个事情 我必须帮川普讲话 很简单 一个最普遍的理由 就是说法院的这个决定 你剥夺的不只是川普的参选权 你还剥夺了选民的这个选择权 这是最重要的论点 是 就是说共和党也好 甚至少部分民主党也认为说 他不适合当总统 不过你要让选民决定 你不能让法院决定 所以他整个癥结点 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回来看 现在川普和拜登的民调 川普真的是摇摇领先吗 第一个 就是说在所有的民调 都是川普赢拜登 所有的民调 虽然说那个差距 没有说到要要领先 不过这样够了 这态势很清楚 第二个还有 还有更有底气的地方 就是说共和党 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共和党 支持川普 这样够了吧 就是说共和党 这压倒性的是挺川普 然后川普跟拜登对决的话 所有的民调都是川普赢 那他一赢就可能 即便赢一点点 就拿到了 就全拿 赢者全拿 赢者全拿 所以如果从票数的角度来看 从民调的角度来看 也许还胶着 但因为他是领先 从票数的角度来看 他有可能会大赢 是的 好 但我们回来谈 全世界现在非常流行 狂人政治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最近很多新上任的总统 都是非常狂的 而且甚至比川普还狂 那我们就来谈谈 全球狂人潮 好 这个全球狂人潮 你要先看一个背景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 从全球的结构上来说 民族主义 右派民族主义的崛起 在一九九一年冷战结束的时候 那个共产主义也不行 资本主义也不行 那时候有崛起过一阵子 所以说在欧洲 在全世界 其实包括在两岸 民族主义的崛起 都有台湾的台湾 认头要巩固 九零年代 中国的民族主义 九零年代就崛起了 对不对 等等 不管 两千年 世界贸易组织 大家都加入了 全球化的开始 所以说它就降下来了 两千年到2010年左右 就降下来 可是2010之后 又慢慢崛起了 为什么 全球化的结果 让很多国家的人 非常失望 尤其是先进国家 我就讲川普 是怎么崛起的 川普怎么崛起的 都是全球化 对不对 偷了我美国的钱 全球化最大受益的 是谁 中国 他靠的是铁锈区的铁票 有没有 美国铁锈区 都是劳工阶层 劳工阶层一听就爽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 扩大了全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 所以那个剥夺感是很重的 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下 美国因为它是头号 超级强国 所以它一举一动 就是说受到全世界的矚目 其实欧洲早就崛起了很久了 欧洲的极右派 在2000年那个时候 就20年前我们回去看 欧洲大多数的执政党 各国都是中间温和的 中间偏左 中间偏右 只要是极右派的极左派的 那个都是微不足道的小党 好 2010 尤其几个金融风暴 有没有 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 再过来2012 2014 欧洲 有没有 欧洲四国 整个破产 然后那个极右派就整个崛起 所以说才会 你今天看到的 刚才说以荷兰为主 荷兰的川普 其实最可怕的 是法国的 没有人讲 他是法国的川普 因为我们都看荷兰 和他整体 No No 法国的极右派力量 就是过去十年 窜起得非常快 这一次马克宏 就是前两年 马克宏选举的 第二任选举的时候 他跟他的对手 那个女的有没有 那个女的就是极右派 他叫雷鹏 他爸爸也叫雷鹏 那极右派 雷鹏在当时 就是说他选到法国 20年前 选到法国第三名的时候 全欧洲就震动 怎么可能极右派会崛起 现在看看他女儿 第二名 紧追着马克宏 刚好这两天 还记不记得 就是 就是这个法国的 那个新移民政策 那个新移民政策 造成现在 现在当下 法国的这个政治 又分立了 马克宏提出来了 马克宏 因为右派势力太强了 结果马克宏 执政党去跟右派合作 提出个新移民 削减移民的福利 结果就造成 左派的政党 不满的抵制 好 这是法国 刚好昨天川普 又讲了一句话 开放移民 会污染我们的血液 哇 这个是什么话 这个是新纳税的话 对不对 以前纳税讲过这个话 希特勒讲过这个话 新纳税讲过这个话 后来二战就算结束了 新纳税在欧洲 在美国阴魂不散